感悟着第七晋孟昊沉浸在第七晋的因果中 好在他曾经就对因果有些了解 所以在修行这第七晋上虽说缓慢 可却没有阻碍 在孟昊着修行第七晋的时候 与血妖宗的安宁相反 此刻整个南域大地那都是彻底沸腾了 一剑宗全宗备战 无数弟子纷纷从南域各个地方归来 整个一剑宗仿佛一把即将出鞘的剑惊天动地 甚至一些镇压宗门气韵的质宝也都渐渐被取出 祭炼后漂浮在一剑宗的半空 使得一剑宗五光十色气势强大到了极致 任何人都能看出 这是一剑宗要发动战争了 除了一剑宗外 金含宗也是如此 那整个金含宗十八大阵势齐齐运转 这显然是在出战前 先打开阵法守护山门了 金含宗的弟子也都纷纷紧张 他们也都听说了一些消息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消息是越传越准确后 小胖子已暗中有些焦急 可他没有办法去阻止 三大家族 王家覆灭 李家崛起 这一次李家全部族人 煞气滔天 全部都在备战之中 还有清罗宗 在被邀请后 六道老祖没有半点迟疑 是立刻答应了 清整个清罗宗如今的全宗之力 发动残魂 更是释放了道运 搬出了一百九十三口棺材 作为出战之用 与此同时 南域大帝战争所需的丹药阵法 法宝之物统统大卖 四方势力全部都在购买 这一幕幕事情使得南域大帝 谣言四起 要开战了 这几个宗门很久没有这样了 到底是要与谁开战呢 居然如此准备 一定是血妖宗 南域修士一片惊慌 可同样也有一些散修认为 这是一个机会 当四方势力号召南域散修加入时 有不少散修为了动人的利益 选择加入四方势力内 唯独子孕宗保持承诺 没有参与四方势力内 因孟昊的关系 四方势力也都明白 这子孕宗不可能与他们联手 他们要做的是防止子孕宗 帮助那血妖宗 至于宋姐则是让四方势力颇为不解 居然也保持了沉默 互不参与 一个月的战争是一场阴谋 堂堂正正的战 所需的准备几度 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 且在这备战的过程当中 也是阴谋的一种 这种威压造成的影响 甚至很多时候比真正的开战还要强烈 血妖宗内沉默的时候越来越多 外界的一切早已说明了答案 一剑宗金寒宗青罗宗和李家 集合南越大量的散修 八十万的修士即将与血妖宗开展 一战灭宗 这种来自外界的无形的压力 让整个血妖宗的弟子一个个的沉默中 更多的时间露出了骨子里的煞气 他们是血妖宗的弟子 他们行事如妖 他们宗门的名字里就带着血字 岂能畏惧 血妖宗内一样展开了备战 由第五山的驼背老者全部负责 少宗谷内孟浩也感受到了压力 他知晓这一切是因自己的真仙魂 甚至他也想过再次送出 可血妖老祖没有同意 你的就是你的 当初我将你带来 成为我血妖宗少宗 就要对你的一切负责 若任凭旁人将你获得之物夺走 那么今日可夺你的 明日就可夺其他弟子的 到了最后 为血妖宗 岂不是就被完全凌辱了 老夫尽管老迈 可还是要脸的 他们要战 那就战 孟浩听着这句话 他的目中露出奇异之芒 许久化作了果断 对于这血妖宗 他已不去在意自己为何而来 他在意的是内心的一种念头通达 不愧对任何人 血妖宗 待他如此 他也会为血妖宗付出应尽的职责 孟浩选择了闭关 他不再去整日研究风妖地七进 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枯颜妖法本尊道中的本字上 他已将这个本字明误了大半 他需要做的 是炼制出自己的第二本尊 且这第二个本尊到底有多强 孟浩自己也都不知晓 这第二本尊以他的血肉成俏 完全属于他自己 唯独其中的魂 孟浩选择了真仙魂 只是担心一旦自己用了 日后师尊那里无法借此观摩 所以此时孟浩问群了血妖老祖 血妖老祖告知孟浩 一切无妨后 孟浩这才下定决心 以真仙魂融入这第二本尊内 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惊人之力呢 孟浩也很期待 旁人修分身 此法修本尊 修分身者 分魂而已 魂为本缘所在 分一缕塑造身体 成就分身之道 修本尊 以血肉为第二本尊 不断去扬 如同万坚不破之窍 可藏绝世之鉴 以魂去世 以血脉去世 方式不同 看似一样 可实际上 区别极大 孟浩盘西坐在木屋内闭幕将本字诀 在脑海明雾后猛的睁开眼 在睁开眼的刹那 他右手五指抬起猛的张开 立刻飞出五滴血液 与此同时 右手一样五滴 两只手臂各自迷出五滴 他双腿一样五滴 双脚再次五滴 身躯一阵 飞出十滴 一共四十滴鲜血 在他面前漂浮 散发耀眼之芒 凝聚在一起时 孟浩的眉心 自行裂改 飞出一滴鲜血 融入其内后 他咬破舌尖 一口气血喷出 一共他面前 这四十二滴鲜血 全部散发璀璨光芒 相互凝聚在一起后 慢慢似化作了一个人形 孟浩面色苍白 身体有些虚弱 但他目中却有执着 何为本尊 流转的是自己的血 皮肤是自己的肤发 经脉是自己的脉络 五脏六腑 全部来自本尊 一切的一切 都与本尊一模一样 这才是第二本尊 孟浩眼中露出狠辣之意 右手抬起 直接刺入腹部内 咔嚓一声 他忍着剧痛 掰下了自己的一块肋骨 取出后 将其搓成灰 洒落而出 融入四十二滴血液化作的小人里 刹那间 这些骨粉 这些骨粉在这小人体内传出咔咔之声 竟彼此凝聚后化作了一副骨架 孟浩身体微微颤抖 他永远境界 此境界可让恢复达到极致的速度 但这一刻却无法将它失去的血液 失去的肋骨生长出来 本子觉得第二本尊 是从身体内永久的挪走 所以不可恢复 这种神通仿佛造人一样 非同凡响 孟浩南南时 斩断了自己体内一段不用的经脉 将这经脉取出 融入小人内 立刻这小人身上出现了经络 随后是五脏六腑 各自取出一脚 然后是其他部位 唯独没有魂 时间流逝 孟浩不记得过去了多久 他的身体有些虚弱 但他的面前多了一个鱼 他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身影 这身影穿着白色的长袍 正盘膝坐在那里 面白如玉 很是俊朗 且还有浓浓的书生气息 看起来比孟浩年轻了很多 仿佛十五六岁 孟浩看着这身影 一种仿佛对方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 让孟浩会忽略 这是他的第二本尊 仿佛是他炼制的一种人形的法宝 接下来就是融入真仙魂了 孟浩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一排出雾道 将那散发柔和光芒 似蕴含了神秘气息的真仙魂取出 此魂一出 立刻整个少宗谷顿时仙气缭绕 甚至整个血妖宗都在这一瞬仿佛成为了仙境 血妖老祖睁开了眼 凝望少宗谷 这是什么气息 感觉神清气爽的 很是舒服 似乎我的修为也都精进了一些 血妖宗内众人纷纷诧异 少宗谷内孟浩深吸口气按照本字诀的要求 将一个又一个的印诀打在这真仙魂上 并非是强行烙印 而是柔和的融入其内 不需要彼此一体 需要的只是从内部 让其不会挣扎于反抗 完全按照本字诀的要求 孟浩将这真仙魂打了所有的印记后 带着期望 小心翼翼的将这魂送入到了 他的第二本尊体内 在这魂入体的瞬间 梦浩的第二本尊身体猛的一阵 很快就恢复如常 还需八十一天 第二本尊就可以苏醒 这是温养第二本尊 一共三个阶段 八十一天 八十一月 八十一年 三个阶段 每完成一个 第二本尊都会完美不少 孟浩呼吸急促 这是他首次凝聚这种 奇异的术法神通 此刻闭上了眼 平静了心绪后 开始运转修为 数日后 当他睁开眼时 他的身体已不再虚弱 尽管损失了很多 尽管无法逆转的恢复 但对孟浩的影响不大 与他的收获比较 损失这些完全值得 还有三个月 三个月后 第二本尊小成 不知 那个时候 他会多强 孟浩眼中露出执着与期待 他很想知道 融合了真仙魂的第二本尊 到底会如何 接下来 是九天保身印了 孟浩双眼露出精芒 他在上古道湖下的世界里 获得了数千斩灵程度的法宝 尽管还不到一万 可也依旧能修行九天保身印 一万斩灵程度的法宝 就可以让我的身体强悍 肉身突破斩灵 踏入问道 孟浩打开储物袋 取出一把剑 看了一眼后 缓缓放在右手上 脑海浮现九天保身印 一注相后 忽然的 他双眼内仿佛出现了火焰 这火焰一共九层 层层环绕后 无形而出 看不到 可那把被他目光凝望的剑 却是肉眼可见的 刹那融化 随着融化 慢慢钻入孟浩的右手内 一股剧痛袭来 孟浩身体颤抖 强行忍耐 直至这把剑彻底融化 完全被他右手吸收后 孟浩全身已被汗水浸透 这种痛苦 让他想到了当初 被夺倒机时的剧痛 孟浩是深吸口气 缓缓地握住右手 狠狠一握之后 传出砰砰之声 右手四周的虚无扭曲 的确是强了一丝 孟浩眼中露出振奋 尽管剧痛 可这九天保身印的确 能让他肉身强大 如此就足够了 再来 孟浩神色果断 大战在即 他要用一切办法 去让自己变得更强 时间流逝 转眼又过去了两个月 在外界四方势力 已完成了备战 一剑宗十五万修士 从天而起 斩铃出动了十人 问道出动了两人 其中一个正是那 问道巅峰的 一剑宗的道运 青山老者 另一个则是 一剑宗第二个 问道老怪 虽然只是问道 初期可依旧是 一剑宗内的老祖 随着他们一起飞出的 是数万把飞剑 其中更有十把剑 足有千丈 最惊人的一把 则是万丈 青铜剑 除此之外 种种重宝 是骑骑飞出 环绕四周 形成了无尽的宝光 十万修士 呼啸而出 剑来 问道巅峰的 青山老者 已不知存活了多久 他淡淡开口时 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 漂浮在天空上 一剑中的那把 巨大的石剑 轰然震动 不断碎裂后 露出了其内 一把青色的 竹剑 此剑刚一出现 天地色变 风云卷动 剑气惊天动地 被那问道巅峰老者 一把握住时 剑仍在嗡鸣 先祖得此宝 于上古道湖 此番一战 也为上古道湖 真仙魂 此为因果 注定 这真仙魂 属于我 一剑宗 青山老者 淡淡开口 甩袖间 一剑宗十万修士 直奔 血妖宗 一剑宗十万修士 飞出 直奔 血妖宗的 同一时间 金寒宗内 一道道 穿着铠甲的身影 刹那飞出 一样是十万修士 带着无数的重宝 踏着众多飞缩 在半空中 这十万修士 赫然彼此以阵法 组成了一个 足有数万丈的 巨大傀儡 这傀儡 这傀儡庞大 出现时是惊天动地 散发出难以形容的 恐怖气息 金寒宗的问道 巅峰 那位红发老者 脉步间 直接踏在这傀儡头顶 盘膝坐下后 目中露出一抹 猙獰之意 金寒宗的问道 强者 只有这红发老者 一人 看起来似不如一剑宗 毕竟一剑宗 被誉为难遇第一宗门 但金寒宗 也一样不弱太多 他们有镇法和积之术 幻化出傀儡 集合众多修士 可爆发出叠加之力 此刻迈步 兼着庞大的傀儡 是仰天丝吼 那十万人 共同咆哮 直奔远处冲去 一剑宗的陈凡 拒绝参战 金寒宗的李富贵 一样选择了拒绝 只不过小胖子 因为身份特殊 他可以拒绝 但陈凡则不 因拒绝之事 受到了惩罚 被关押在宗门的牢狱之内 须承受半甲子岁月的煎熬 在这一剑宗与金寒宗 都各自出动的同一时间 那清罗宗也是清朝而出 六道老祖等待这一天 已等待了很久 几乎是刚一接到通知 就立刻带着无尽 残魂 与所有清罗宗的弟子 齐齐冲出 只是清罗宗内没有寒贝 哪怕是孟浩当初灭杀 清罗宗时 也都没有看到寒贝 似乎从邀先古宗归来之后 寒贝就失踪了 还有李家族人是齐齐飞出 他们的上方环绕一口巨大的青铜钟 此中嗡鸣散发金光 笼罩八方带着李家族人呼啸而去 这次是 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